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最灵 我叫XXX 生前是XX组合的其中一个组员 我在A国小有名气 但却不是大红大紫 女最灵 我是童星出身 组合出道唱歌的时候遇到YYY 她是词曲创作家 她大我很多岁 在这一行人生经验丰富 我们因为工作而在一起 时间长了就彼此互有好感 觉得大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很合得来 不久就瞒着公司谈恋爱 我很爱她 女最灵 后来我发现她有其他女人 背着我出轨就分手了 我在感情上受到伤害 就让自己堕落 在男女关系上面放纵自己 沉迷在欲望里面不能出来 最终导致我每日忧郁 觉得人生没有光明 女最灵 影视圈的名利 追逐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想脱离这个圈子 但又不能脱离 终日工作 摄影 接广告 拍MV 可是心灵却没有一个依靠 女最灵 最终我选择自杀结束一生 死后经过高大的天神审判 我不堪 无悔 淫乱的在世景象 让我背叛去粪池地狱成绩 粪池里满满的虫子混在粪泥里 在我身上爬咬 又痒又痛 我爬不出粪池地狱 可怕至极 我明明死掉是个灵魂 可是被虫子啃咬的痛苦 却好像人间活人一样的感受 女最灵 我在粪池里不知道多少个日夜 又被飘在暗夜天空上的黑鬼 把我灵魂从地狱拉出来 送去另一个地狱 这是一片布满很多铁针床的大山洞 地下泥土是温热的 很多女人在这里躺在铁针床上哭喊 我被山洞里的黑人强硬带去附近的铁针床 黑人不顾我的哭喊和挣扎 把我硬推到铁针床上 瞬间有如万支针没入后背 我忍不住从心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大喊声 实在痛苦万分 不久 铁针变得有如火烧一样 那种如火烤的痛苦 让我想马上晕过去 可是意识还是像活着一样 有感官的知觉 我只能在地狱里受着这种煎熬 痛苦 没有人来救我 妈妈 爸爸 阿贤 女罪灵的弟弟 好痛呀 我在地狱里呀 阎王爷 杨氏男女为了欲望 淫荡取乐而堕落地狱 恶鬼畜生道 希望杨氏的众生看到这个果报能够醒悟 不要放纵自己去乱搞男女之事 弟子 马来西亚 2020年7月6日 答 完全正确 这个和师父看到的一模一样 你们做噩梦想真的吗 你们做过的坏事如果不好好忏悔 等到下地狱的时候就知道了 有的人一点都没有自我约束 会出事的 现在很多人就是感情不好之后就开始放纵自己 然后就走向深渊 走向地狱 真的不要这样 碰到一个好的学佛的师父 就赶快跟着师父好好地消掉这些业障 否则活也活不好 死也死不好 很多人各种各样的死法 很痛苦 如果不能克制自己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就算了 就算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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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